Vaiol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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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vie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回到履县公益教室的时间 这礼拜也过得非常的忙碌跟快速 那这礼拜要教同学做的就是这个外框啦 这个外框老师有在优化了一下 他多了一些小细节 那之前是做比较简单的 然后这个拱形的框啊 做的比较复杂 那同学可以参考参考 喜欢的话可以尝试做做看 那这一次的课程啊 就会比较丰富一点 有大嘴鸟已经教过了 然后多一个之前教过的玫瑰花 之前教过的小蝴蝶结 然后再针对这个拱形的那个吊饰去制作 还有一些叶子啊 这部分其实在之前的影片都有做过 同学如果上手的话 其实他也是蛮快的一个作品 只是有一些小技巧要跟同学分享 那这个空风架真的是豪宅啊 真的是非常的丰盛 吊起来 ok 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有美感的一个作品 但是美的东西总是要花代价跟时间 那同学可以慢慢的去制作它 可以在一个下午啊 一整天的时间去跟履线培养干净 这是一件很特别的时间 那我们再开始介绍一下 今天的今天的材料 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去 先把它放到旁边去 今天材料是用2.5的 这个都会绣在那个下方说明栏里面 那个8条 8条2.5的 8条2.5的 35公分8条 不用不用不用滚直 不用滚直 然后做拱门的是那个60公分4条 60公分4条 先放旁边 然后还有100公分的 100公分的一条 然后红色少许 4.0少许 然后黑色 黑色1.5少许 然后粉红色做蝴蝶的 你可以用紫色的蛮漂亮的 2.5的 然后绿色的话是2.0的 那红色的玫瑰花也是2.0的 那这是材料的部分 介绍完了 材料的部分 如果同学家里面有一堆履线的话 其实挖一挖就有了 好 那今天介绍工具就比较多了 呃 Denweibo 就是一个胶带 胶带要缠 然后 大圆棒跟小圆棒 然后 履线 履线创作三剑客 尖嘴钳 圆嘴钳 跟斜口钳 好 那今天会再多一些角色 因为他这个作品比较大 所以他要从家里面 爸爸或者是老公 或者是男朋友家的工具箱 把它翻出来 去找到两只大只的钳子 要找到两只大只的钳子 因为小只的骨架夹不起来 小只的做小做 要去找两只大只的钳子 OK 好 那我们开始进行咯 首先 我们八条 八条 三十五公分的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啊 拿出来以后 我们找 让我们有个黑色1.5是细的 什么颜色都可以 他只是拿来绑线而已 就这里啊 八条 二 四 六 八 不用拉直 不用拉直 大概 拉起来 一 二 三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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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都可以 剪断 剪断 稍微把它夾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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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概一样这边 这边 一样 绕五圈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你要绕六圈也可以 绕七圈也可以 六圈了 剪断 这里夾紧 稍微把它夾紧 那这边刺刺的啊 这边可以用 那个 胶带 用透明胶带也可以 用这种 那种韧性比较多的 电线胶带也可以 把这里 把这里 把它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 为什么要包起来呢 比较不会刺刺的 待会做完再把它 剥开就好了 在过程当中 比较不会刺到 因为做的比较大 保护一下自己的手感 那个创作起来 舒服的程度 比较多一点 不要一直被铝线刺到 就 嗯 心情不好 OK 好 OK 这里好了 那这边 这边一样 这边是六十公分 四条 我们尺拿起来 尺拿起来 大约五公分左右 抓六公分好了 抓六公分 六公分 六公分 绑起来 一样是 六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绑好以后 记得把它靠起 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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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余的线啊 多余的线给它收进去 不用再修 不用再剪 把它靠起就好了 这里大概是六公分 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六公分 用最短的 用最短的线去量测六公分 六公分 不要量最长的 一样 六条线 六圈把它绑起来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把它绑起来 整端 这里就可以稍微把它压下去 把它稍微靠起 再把它靠起 好 OK 好 那我们这时候呢 找起我们的Paint 吉 真的是 家里面工具箱里面找到的 夹注 这种大的夹注 然后看你要顺时针 绕还是逆时针照 看你的方便 看你想要的 这样子夹注 这样转 把它绕出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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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 麻花的概念出来 那如果同学家里面有比较好的树枝 直接用树枝去代替也可以 也不错 有麻花的感觉 再绕一下 你看这边 都已经夹花了 那这时候 你可以找你的 找你的 男朋友老公 小朋友 去帮你绕这个东西 因为他这个 会比较 需要力气 绕好以后 你可以在桌上 稍微把它 稍微把它 捏直 把它压直 滚吗 不太容易 用滚的那招不太容易 因为这个作品太粗了 我就大约把它拉直就好了 然后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就把它 一样 从这边捏着 往这边捏着 我一样把它绕麻花 把它绕完 好 同学 这个麻花绕完了以后 它一样是不直的 所以说我们大概 把它顺一下 把它 顺直 那同学 会有疑问说 欸 老师我不要做这么粗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我用单一条线 也可以 但是 风格的不同 就取决在 那个 这些细节上面 风格 那就 参考老师的做法 如果喜欢的话 就 做一下咯 OK 好 这样大约粘直 你可以再 这个就可以滚了吧 可以滚一下 如果同学知道 滚的那个技巧 我是大约把它抓直了 这两个都好了 这样都好以后啊 我们这时候要拿起 要拿起这个 圆 同学在家里面找一个圆 水桶也好 锅碗瓢盆也好 这个圆 大约是十七公分 到十八公分之间 那个 丹铁拿起来 所以把它倒下去 大的这个把它倒下去 绕好了 绕好 就 工程生退 十七公分 到十八公分的圆 那这边呢 把它折成 直的 我一样放在桌上 去抓一下 对称 那如果说 这个圆有点跑掉啊 你再把那个 再把那个 再把那个 再把那个圆拿出来 再对一下 再把这个圆对一下 左右对齐 圆切 圆切 那它就是 比较不容易变形的一个 很粗 很有 很有风格的一个圆 可以抓一下 有没有平 平了 平了以后 好了以后 就把这个 可以把那个 残绕的固定线把它 拉开 把它拉开 不要了 好了以后啊 把这个 摩西分海 左右两边打开 这样子 往这边一样 往这边一样 因为刚才抓的 大概是对称的部分 OK 这时候你可以 整个把它 压平 压平 然后去看一下 它 有没有对称 在桌上压平以后 看看左右 有没有 有没有 跑掉 一边高一边低之类的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确认的动作 再把它拿进来 这时候这个啊 这个麻花 这个啊 这个黑色的这部分 也可以 也可以拉掉了 但是胶带的部分 还不要拆掉 胶带的部分 还不要拆掉 等最后 整个都完工的时候 再把胶带拆掉 那个手感的 手感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相信我 一直被铝线刺 那个感觉不好 OK 就是这样子 靠上去 靠上去以后 大约抓 它的至中嘛 它的至中 这样子 两条一起喔 如果同学没办法两条的话 就一条一条 这样一条先拉过去 再拿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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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条是同时间的 这时候钳子 小钳子 可以拿来用的 这时候够用的 拿上去 哇同学 这个作品啊 夾商 没关系 因为它不是那么小的一个作品 不是那么小的一个作品 你 要做到不夾商 也不容易 但是它整个作品的 那个 大的话 真的美感就会出来了 所以不用注意 小细节的夾商 再把它压下去 这边把它靠起 好 那我们另外一边 就把它完成了 好 这边也完成了 那如果同学 你针对这个啊 刺刺的啊 不太舒服的话 那就用钳子 再把它压下去一点 或者用斜口钳 把它修掉 那个刺刺的位置 把它修掉 这个修不掉了 这个 就不会刺刺的了 手感会 特别的 舒服 好 这就是 鱼缸啦 就是 它的弓比较细地方 那如果 同学 你是在园区 或者是在一个 环境里面 你觉得这个东西 无伤大雅的话 就给它去吧 大 大型的作品完成 小细节 不拘小节也可以 小细节做出来 你的手感会比较舒服 同学因人而异 OK 那这作品 手中要平 OK 固定好了 那我们可以来做一朵 那个 玫瑰花 玫瑰花 那我们首先呢 我用到 我们的 小圆棒 这是 一捆 这个老师就没有去抓它 大概有多长了 大约 好难抓 那我们先 跟同学讲一些 大约好的 先讲一下 大约15公分好的 15公分 小圆棒拿起来 绕一下 1 2 3 4 我觉得不太够 不太够 把它绕小一点 太够 那可能到20公分 往上绕 绕了七圈 小英棒这边绕了七圈 靠着它 拿起来 小英棒几乎在这个时间点 暂时OK 那这个作品 我们没有再放大嘴鸟 我们就针对这个拱形的话 拱形门去做创作 整困履线这样子拉起来 缠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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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绕到这边的时候可以做一个 同学看一下老师做叶子 这老师的影片里面都是有介绍过的叶子 夹住 反折 把它推出来 推出来 这个叶子 如果同学要做叶麦的话 那再做更细一点也可以 有卡住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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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转 继续绕 左右割一片 哇 这个线会打架 这个线会打架 好 没关系 剪断它 小叶子 反折 搭起来 推出来 去做一个叶子的 装作 可以再烫一点 可以再烫一点 然后 再把它绑到骨架里面去 那这边可以再稍微修一下 那如果同学有时间的话 可以再用其他细线去做叶麦 风格会更漂亮 风格会更漂亮 再把它拉起来 这时候可以再做一个小叶子 小叶子也可以 嗯 就可以了 蜡烫 啥 只因它叶子 你的线要怎么收尾啊 我都觉得 好 我 会是这样子收法 同學可以參考 可以參考 把它繞起來 收尾就把它收進去 一樣放在桌面 這個圈圈就把它牽著拿起來 然後記得這個翹翹的收一下尾 做什麼造型呢 它就是一個QQ的造型 就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好了以後再做一朵玫瑰花 長度嘛 我抓一下這條多長好了 大概一百 這條大概一百三十公分 那看一下做完剩下幾公分 同學可以留個依據 那老師會說 紅色的線少許 但是這邊啊 重點是這邊要拉十公分 摺九十度 摺九十度 然後轉個圈圈 轉個圈圈小圓一點 拖圈圈也可以 小圓也可以 這樣子 大概三圈之後啊 三圈之後 三圈之後 摺三角形 一個三角 摺角 摺角 再摺一個三角形 再摺一個三角形 就是摺這個角 然後越來越大 不要去思考想太多 就是比這個中心點大 然後線拉出去 線拉出去 然後越來越大 差不多要去布圖了 差不多要去布圖了 這邊長 這邊掃 這邊掃 所以說要去布這個圖了 去整個造型的部分要去布圖了 好 差不多了 我覺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後開始 再點波浪 波浪 都是折 都是拉這條線喔 波浪 同學會知道說 嗯 呂現在 在 我的手上很聽話 同學 好像 拿到手就覺得 不是那麼一回事囉 所以說 加減練習 如果同學希望這個玫瑰花牢固的話 把這條線 拉到 跟中心線交叉 壓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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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個90度 長線 折個90度 再把線卡進來 稍微把它 眩緊一下 稍微把它綁緊一下 稍微把它綁緊一下 好 這樣子 這裡可以剪斷 好 這樣子它就不會開了 不會開 一樣是這條線就左右開 玫瑰花的線就左右開了 左右開 把它綁上去 這時候你在捏玫瑰花 它也比較不會開 那至於綁線啊 在玫瑰花裡面都可以綁 不要綁 不要綁超出這裡來 在玫瑰花 在玫瑰花的後面都可以綁 反正都是紅色的 同學這樣了解嗎 反而這樣子的紅色在裡面 在玫瑰花的後面啊 會有加分的效果 會有加分的效果 加分在哪裡 請站出來 這樣子 放進來 把線繞完 同學 加分在底下留言 看看有沒有這麼巧的事情 老師很冷笑話 不要刺刺的就好 不要刺刺的就好 玫瑰花 一朵花 完成了 繼續來 那我們 那個 做一個蝴蝶 蝴蝶 那老師這邊抓一下長度 好了 假設這個是 加個80公分 這條 剛剛是 紅色的線剩這些 紅色的線剩 30公分 OK 好 那這個是 抓一下好了 這是 70公分好了 我覺得70公分就夠了 好 70公分的2.5 大圓棒拿出來 大圓棒拿出來 至中 水滴烤起來 好 大水滴 你看到 大水滴 那這邊 一樣 拉起來 這個弧度抓出來 把這個弧度抓出來 嗯 有點大 再小一點好了 抓中間 大圓棒的中間 大圓棒的中間 OK 拿出來 欸 差不多 好 這時候比較吃技巧喔 這邊要一個水滴 左右邊都要各一個水滴 中心線 圓的中心線抓在 抓那個圓的中心線 這樣一個水滴 有看到齁 然後一樣對稱 一個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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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一個大水滴 要大一點 比這個大 比這個大 然後把線拉直上去 重點 拉直上去 然後在這邊 再夾住 一樣是一個大水滴 左右對稱 挺重要的 左右對稱挺重要的 一樣這邊夾住 讓它可以反過來 夾住 拉上來 好 那這時候 黑色的鋁線 可以先拿出來 好 大約 好 這個都是 一捆大約 好 假設 20公分 好 20公分 我們先把它 對折 把它放進去 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好 開始把它綁起來 先把它綁起來 先把它綁起來 把蝴蝶固定起來 我記得要留線喔 留一點點線 我要綁在 綁在 我們的拱門 拱門造型上面 留線 OK 留了一些些有沒有 好 那我們這裡啊 就直接把它剪斷 大約多長 這同學 依比例 好不好 依比例 是一個 豬 原則以前的公用 好 如果你給它做 做一下那個 長須邊的 長短邊的話 會更有層次 對稱也不錯 對稱也不錯 這長短邊 然後再拉下一點 變成是對稱的 把它 把它剝起來 變成一個 有點飄逸的蝴蝶 出角起來 OK 有點短 沒關係 把它放上去 再綁起來 為什麼選擇黑色的呢 因為蝴蝶的角 黑色的居多 所以我選擇黑色的 當然同學可以選擇其他顏色 更鮮豔也可以 OK OK 弄起來了 好 蝴蝶轉向自己 轉向他的那個 來見客 見客人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 在這個 4.0的 我們帶小圓棒拿起來 全都拿起來 拉開 長一點 你比較壓得住 太短的話 你壓不住 長一點 S 繞 一圈 一圈了 再繞 一圈 對稱了 這樣子兩圈 兩圈 拉出來 如果以這個為中心 圓切這個為中心點的話 那這個稍微短一點 剪斷 好硬 因為很粗 以這個為中心點 這樣圓切一半 就是這樣圓切一半 這樣圓切一半 這邊是 這邊到圓切點 這邊是做對稱的 這樣子 好了以後啊 撥開 從這邊撥 撥開 OK S掛鉤好了 好了以後 敲一敲 後大圓棒拿起來 敲一敲 舒服 這個 美美的S掛鉤 你就完成了 把它撥起來 放上去 再把它扣起來 S掛鉤好了 放著 好 我們有一個 一百公分的 一百公分的 那這裡五十公分 折九十度 這裡是五十公分 折九十度 折九十度 然後 然後 開始繞螺旋 螺旋 螺旋在空縫的世界裡面 是 非常的 正常的事情 要練 就看你要放什麼空縫 螺旋幾乎都是 就是 起手的 用拉的 用推的 慢慢的去漸層 塑形 到這邊可以 可以雙手 起下 這時候 這時候是我老師 是看著這個圓 去做它的 對稱 做 看最外面這條圓 不是看裡面的 做它的漸層的 那個尖距抓出來 這邊刺刺的 圓嘴前 收尾 這邊 這邊 拉起來 放進來 放進來 你也可以留點高度 你也留點高度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綁 要進來 同學 有一個創作上面的難度 就是 同學不知道 如何下手 這個會讓你的思考 停頓 然後創作時間變長 這是 老師創作到現在 一個 一個感覺就是 老師做的 我知道 很順 就一直做下去 那同學做的就會覺得 嗯 好像這邊 好像又是那邊 會停頓 所以說 這個東西 這個創作啊 不用去思考太多 就會加速很快 那或者是 多創作你的 你的基地很強 就是 欸我蝴蝶 我玫瑰花會做 我蝴蝶會做 我蝴蝶會做 我葉子會做 那創作這樣的作品 就會非常的快 那就是 把老師以前的片啊 好 給我看 我這邊做一個 古銅色的葉子 走這邊也可以 走這邊也可以 大一點 大一點 卡住 這個可以把弧度搭得更漂亮一點 弧度拉起來 葉子到了 這個 再把它折回去 重疊 跟那條線重 跟後面這個葉子重疊 把它夾緊 夾緊 夾緊 夾緊以後 再把葉脈這個葉子 做一個 葉脈出來 葉脈出來以後 可以帶點弧度 可以帶點弧度 弧度好了以後 再這樣對著 再把它反著回來 再把它扣起來 再把它扣起來 斷線 就把這裡夾起來就好了 你看老師也夾傷了有沒有 扣分 那這邊好了以後啊 這邊可以 可以把它撥開 把這裡撥開 把你要的線頭 把不要的線頭剪掉 它不好剪怎麼辦 把它撥起來剪 剪 剩下兩三兩條 就可以一次把它剪斷了 但是這邊你摸起來 是感覺沒有那麼的舒服的 相信我 摸摸看你就知道了 葉子打開 這作品 加速版也要半個小時喔 把它拉開 沒有綁緊 再把它綁緊 好 OK 完成了 好 这个拱门的空缝的家 就这样完成了 那同学这个的质感不太一样 你可以尝试看看 那看到这边 记得帮老师点选一下赞 透过你的赞 可以让更多的同学知道 有这么一支的免费DIY的教学影片 那老师这边是职业 为旅行DIY创作的一个频道 如果喜欢老师的频道 记得按订阅追踪 开启小铃铛 在创作的路上 有你有我都不寂寞 这个作品来看一下 大嘴鸟的 OK 好 那我们今天教学就到这边 同学们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